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来到他和他约定的求婚现场 又在隔壁场地看到他接受了他欣赏人的求婚 兰兰 嫁给我好吗 只要你点头 我这就把婚礼变成我们的 他戴上钻戒热泪盈眶的模样 让我不敢再前进半步 我不是他想嫁的人 那这婚礼送他们也无妨了 可我逃婚后 他去飞扬月海满世界找我 玫瑰装扮的求婚现场 在暖黄灯光照射下 浪漫又暧昧 秦兰穿着婚纱 戴上钻戒热泪盈眶到哽咽的模样 和我预想了无数次他答应嫁给我的身影完全重合 可单膝跪地 求他共度一生的人 不是我 盛年 我终于等到你来求娶我了 秦兰一手捂着唇 一手把陆盛年从地上拉了起来 他迫不及待将一个热烈的吻印在陆盛年唇上 陆盛年用力将他揉进怀里 加深了这个吻 暧昧的声音顺着风灌进我耳朵里 我情不自禁抹撒着秦兰飘扬过海寄给我的情侣对戒 我没告诉他 这枚对戒太大 为了防止掉落 我缠了半圈红线才刚好合适 许是今年累月 红线被我用力一扣 便散开了 戒指没了线的束缚 瞬间从纸根滑落 滚到了远处的下水沟 如同出国两年和我渐行渐远最后再无牵绊的秦兰 不合适的戒指丢了无需捡 不爱我的女人丢了无需挽留 兰兰 我希望那天你的婚礼如期举行 为什么 我只想嫁给你 因为我想在你的婚礼上抢婚 这样就能证明 你是最爱我的 我离开的脚步一顿 因为我很好奇 秦兰为了陆盛年能伤我到哪不田地 讨厌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损招来 那我得再背一双跑鞋 这样和你逃婚时才能跑得更快 兰兰 你真舍得这么对僵扩 我只要出现在婚礼现场 就算兑现当初的承诺了 她执意出国 留不住老婆被抢婚 也不能怪我变心吧 两人爆发出欢愉的笑声 刺痛了我的心 我转过身 已靠在树上 双腿软到挪不动半分 铺天盖地的痛将我淹没 我用尽全力逃离这个伤心的 却在半道上因腿脚不听使唤 狠狠摔倒在地 狼狈不堪地回到家 我拨通了博导的电话 老师 您说的那个研发项目 我同意入组 博导欣喜万分 却也疑惑不已 你不是说回国结婚就定居国内吗 还是你老婆同意你们继续一国恋 结婚了分居两地终究不合适 女孩子总是缺乏安全感 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 我擦拭着蹭破皮的膝盖 每一下都钻心的疼 婚礼已经取消了 以后我就做您的左膀右臂 一心沉醉科研 博导带我如亲子 当即听出我的不对劲 正好今天是截止日期 我给你把名字报上去 你早点回来 我们尽快投入工作 人忙起来便无暇多想了 别怪老师多嘴 这两年都是你回国看他 他却连你生病了 都不肯来一次法国 足够说明他没那么爱你 决定好放手 就别再沉溺过去 若非看到那厚厚一叠机票 我都能同以往一样 信心十足地以秦岚式女孩来反驳导师那句 他没那么爱你 我心疼他 不愿他来回奔波 他却心甘情愿为了陆盛年每月奔赴万里 难怪每月月底 他都忙到失联 感情是忙着不远万里来陪陆盛年 整整两年 我像傻子一样 拼了命地赶课业 发论文 只为攒出时间飞国内陪他给他安全感 飞时几个小时候的短暂见面 曾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可我飞扬越海的爱 在秦岚珍藏的那叠机票前 成了笑话 来教堂的路上 我甚至劝说自己 也许他去英国是为了游玩 但看到他答应曾经霸凌我的陆盛年的求婚时 我终于明白为何仅仅相隔一百公里 他却不来见我一面了 陆盛年占有欲极强 他不让他见我 他便满嘴相思之苦地哄骗我 他心知肚明 我和陆盛年是死对头 确切地说 妈妈重组家庭后 陆盛年父子成了我童年最大的一颖 我设想过无数次 一国恋的两年 秦岚可能爱上别人 但唯独没有想到 他会爱上陆盛年 会为了讨他欢心 同意在婚礼上让我出丑 我将自己泡在温热的浴缸里 猛灌了几口烈酒 身子才渐渐停止颤抖 秦岚的电话打来了 阿阔 你怎么还没来 我等你好久了 我沉默不语 秦岚急了 阿阔 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要不能来给我惊喜 也没关系 婚礼现场我都确认过了 是我想要的 你也绝对喜欢 他依旧那么体贴懂事 连我爽约求婚都这么大度 我在家 你喜欢就好 秦岚沉默一瞬 继续哄我 好 我马上回家陪你 他没有质问我 为何放鸽子 也没问我为何至今没有送他钻戒 并非他很爱我 能包容我任性 只因为 他已经在他梦想的婚礼现场 等到了欣赏人的求婚和钻戒 我只是 他错过欣赏人的plan B 秦岚进屋时 我正好出浴室 看到他身后的陆盛年 我情不自禁拧眉 你带他回来做什么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 把人带回来 打我脸吗 秦岚有些心虚地 朝我巧笑撒娇 阿阔 我在楼下碰到盛年才知道 他和咱们一个小区 他听说你回国了 非要上来和你道歉 我冷眼看他演戏 姜阔 当年是我和我爸做得过分了 我替他给你道歉 你能原谅我们吗 我压下怒火 颤抖着声音问秦岚 所以 你觉得我该原谅他们父子吗 耳膜穿孔的痛 被竹编抽到腿脚 毫无知觉的痛 爸爸的遗物 被丢进火盆焚烧殆尽的痛 我没有犯贱地问他 为何爱上了陆盛年 那样显得我太没骨气 秦岚的心虚 在我固执地等他回答时 烟消云散 江阔 盛年当年只是个调皮 不懂事的孩子 他哪懂什么好坏 他为此愧疚了很多年 也已经同你道歉了 你何必再和往事斤斤计较 把我拽入无尽深渊的身心虐待 叫往事 我不原谅陆盛年 叫斤斤计较 当年还是他打120陪我去的医院 他最清楚 我有多痛恨继父和继兄 但他偏偏爱上陆盛年 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秦岚试图抓住我的手 和陆盛年握手言和 我一把拍掉他的手 恶狠狠道 秦岚 你有什么资格 让我原谅他们父子 背着妈妈虐待我 哄骗妈妈厌弃我 最后在我妈病逝后 连后事都不给他办 秦岚看着被我拍红的手背 也来了火气 但被他强行压下 江阔 我是为你好 你如今无父无母 就剩盛年他们父子 算你半个亲人了 你何必执着于过去念念不忘 而让自己痛苦万分呢 人得朝前看 不是吗 秦岚言辞诚挚 娇俏带霜的脸上 已经夹着我熟悉的不耐烦 却在没有我熟悉的心疼和关爱 我听到自己千疮百孔的心 彻底碎成鸡粉 痛到我几乎说不出话 而陆盛年发红的眼里 深藏的得意和挑衅 和过去如出一辙 江阔 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但我会一直忏悔 愧疚 直到你认可我这个 没有血缘的亲人为止 滚 我用力抓紧悬关 才不让自己颤抖得太厉害 秦岚脸上的不耐 显露无疑 僵阔 你为何这般不懂事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你的度量去哪了 他亲眼见证过 我被秦岚父子逼到抑郁 甚至自尽 曾经他可以为了我去同他们理论 甚至怒骂 到底是什么 让他走到了我的对立面 开始维护起陆盛年了 我任由痛苦将我淹没 一字一句告诉秦岚 除非他死在我面前 不然我绝不可能原谅他 秦岚柳眉紧领 隐隐要发怒 以前他为了我去怒骂陆盛年父子时 就是这副样子 僵阔 不过出国两年 你怎么就变成这副恶毒模样了 你不原谅也行 那你给盛年道歉 我不想别人笑话 我的未婚夫是个小肚鸡肠的娘娘腔 你爸想不开 自尽是他自己脆弱 但凡他顾念你年幼 你妈也不至于为了生存 去重组家庭 你不要把自己的不幸 都归咎于盛年父子 他爸爸是有错 但罪不至死 你若和你爸一样 脆弱的钻牛角尖想不开 那活该你天天做噩梦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 喊出噩梦二字 脸上闪过的厌恶 被我清晰捕捉到 所以 发誓要陪我一辈子的人 终究是厌烦被噩梦缠身的我了 到头来 我所有的不幸和痛苦 都变成了他伤害我的利剑 再次将我捅到体无完肤 曾经 只要听到我噩梦 就会心疼得泪如雨下的女人 再也不会抱着我说 僵阔 有我在 什么噩梦 什么妖魔鬼怪 都休想伤你分好 他用爱和关心 护着我爬出深渊 如今却亲手将我再次推了进去 他为了陆盛年 说我活该 我颤抖着身子 胃里一阵抽痛到 再也抓不紧玄关 亮腔地往后直退 秦岚眼疾手快浮稳了我 才发现我膝盖红肿一片 他立马蹲下来查看伤口 膝盖怎么伤这么重 算了 你不想 道歉我替你道歉 但以后不能这般斤斤计较了 我用力抽出我的手 惨白着脸指着门外 滚 你们都给我滚 秦岚深知我此刻的脆弱 试图抱抱我 让我冷静下来 陆盛年却泪流满面 捅我鞠躬 僵阔 我这就走 你别再为了我折磨自己了 说完他就往外跑 却因转身太急 一下撞在门框上 整个人向一旁倒去 秦岚立马放开我 飞扑过去 拉住陆盛年 两人一起倒在了门外 陆盛年的头磕到了门框 瞬间红了一片 隐隐有血庆出 秦岚爬起来 颤抖着手去触碰陆盛年的头 眼里是我熟悉不过的滕西 却不再是因为我了 盛年 痛不痛 我这就带你去看医生 门口终于安静了 我的心也沉入了谷底 相识十年 相爱十年 终究走到了末路 我拿出手机 给自己订了婚礼当天的机票 还剩七天 正好让我把过去的一切处理干净 秦岚说得对 人得朝前看 自此 我将和过去的快乐 痛苦 彻底割裂 我把亲手置办的新婚用品 都扔了 这个本就不属于我的家里 再无一丝我的痕迹 最后独留 我精心收藏 做成爱的日记的机票 犹豫半分 我一张张把他们丢进火盆 每张被火蛇吞没的机票 都是一个爱秦岚的我 烧到最后 只剩一盆灰烬 和呛鼻的黑烟 像极了我这十年的爱恋 次日 饭菜的香味将我唤醒 僵阔 赶紧去洗漱 早饭我已经做好了 你先吃 我去给盛年送个早餐 你就不用去了 嗯 秦岚装保温盒的手一顿 你也别内疚 盛年他很大度 不会怨怪你 一会儿吃完饭 我们去重新选对婚戒 定做的那款出了点问题 婚礼那天没法到货 好 他喜欢演戏 那我配合就好 也许是看我情绪冷淡 情来心虚的拿来药箱 给我的膝盖上药 楚阔 咱俩相爱多年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我不想咱俩的婚礼上 你却连个亲人都没有 你不是说找不到伴郎吗 我已经做主 让盛年给你当伴郎了 好 秦岚说的小心翼翼 在见我这么爽快答应时 他眼里都是不可置信 随即他便拉着我的手 映上一个湿热的吻 他给陆盛年送完早餐 没再回来 我完命搓洗掌心时 他来了电话 楚阔 你吃完直接下来地库 我在车上等你 到了地库 我习惯性打开驾驶位 却发现陆盛年手搭在方向盘上 好整以侠地看我 我一声不吭 坐到了后排 秦岚看了我几眼 很满意我的时趣 楚阔 盛年是做珠宝设计的 有他在 肯定能帮我们挑到心仪的婚戒 我点了点头 闭上眼假妹 不经意间睁眼 看到秦岚轻轻捏了 捏陆盛年的脸 后视镜里 四目相对 他立马慌地解释 盛年脸上沾了东西 我帮他擦一下 我再次闭上眼 直到下车 三人踏入珠宝店 小姐姐对紧挨着秦岚的陆盛年 热情无比 先生今天想给心上人买什么 陆盛年和秦岚 起起脸红 秦岚一把拉过我 沾那么远做什么 过来挑婚戒啊 小姐姐闹了个大脸红 连忙拿出婚戒给我挑 陆盛年却当先过目指点起来 这对太老气 这对太花里胡哨 在他手上那枚纯手工男戒的衬托下 没有一枚男戒露他眼 小姐姐尴尬地看唐我 欲言又止 陆盛年却假装没看见 最后挑了对很一般的 楚阔 就这款吧 婚礼上先凑合着用 回头我帮你们亲手设计款 比我手上更好看的婚戒 小姐姐尴尬地恭维他眼光好 陆盛年却不无得意地 将手对到了我眼前那必须好看 这是我未婚妻和我一起设计定做的 一旁的秦岚就这么静静站着 看他朝我炫耀 不阻止也不心虚 只是嘴角的笑块画在春风里 那就买盛年挑的这款 连世代的流程都省了 秦岚就已经付完款 他拿出婚戒 面无表情地往我手上戴 这次戒指不大 是勉强挤进去的 我知道 陆盛年是故意的 他是珠宝设计师 一眼就能精确孤出尺寸 不可能犯如此大的错误 我也懒得拆穿 静止录下戒指 小姐姐好心提醒我 可以再换个款 我拒绝了 就买了走个行事 不用麻烦了 秦岚文言 不满我的阴阳怪气 你要不满意 不买也行 回头盛年帮我们重新定做 我摇头拒绝了 就这个 挺好的 陆盛年却满脸愧疚 再次红了眼眶 楚阔 我现在就去工作室加班设计 一定让你有个圆满的婚礼 说吧 他便快速离开 任秦岚叫喊都不肯停下 楚阔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买个婚戒 你在闹什么 我不禁愕然 我闹什么了 他猝着眉 拉着我走出店外 我公司还有事 婚纱照有空再拍吧 或者 你先去把单人的拍出来 我让美宫把我以前的艺术照 披上去应付一下婚礼 好 秦岚解释的话 堵在了嗓子眼 他看了我良久 轻轻抱住我 楚阔 等我忙完 我们去蜜月旅行 旅拍婚纱照 他此刻敷衍我的蜜月旅行 与我而言 只是羞辱 他没空去法国看我一眼 却有空陪陆盛年去南极看几额 去北极看极光 看着定位上 他的头像 匆匆朝陆盛年的工作室而去 我把婚戒丢进了街边卖艺人的秦河 秦岚如我所料 两天都未回家 因为他和陆盛年去海边拍婚纱照了 而他当真找人把我和他的头像 辟成了婚纱照 打定主意逃婚 以后恐怕只有爸妈忌日才会回来了 我抱着两束花 来到牧园看望他们 又加了管理员微信 方便以后托他打理 以后我爸妈的管理费就由我来付 秦岚小姐那边您去收就行了 管理员查看系统后愣住了 先生 你爸妈的目的管理费已经逾期半年了 我们联系过家属 但电话一直打不通 想到自己出国后换了主号码 我不禁为自己的疏忽懊恼 秦岚都不爱我了 他又怎么会想起我死去的爸妈呢 补齐费用 又预缴了十年的管理费 我落寞离开 可偏偏刚走出梦园 便听到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声音 兰兰 难为你还记得 今天是盛年亲妈的忌日 老婆子要是知道 你来给她送蛋糕 指不定在地下要飘起来 我僵硬地回头 看到秦岚一左翼又挽着陆盛年父子 在爬台阶 叔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傻闺女 叫什么叔叔 过几天就该改口叫爸了 秦岚娇笑一声 从善如流叫了一声爸爸 我红着眼 默默去付好友之约 见面我便开门见山 告诉他们婚礼取消了 他们对视一眼后 试探着问我 楚阔 你都知道了 我却疑惑他们为何也知道了 他们一份填膺 拿出了秦岚和陆盛年 一起去医院做婚检的照片 楚阔 我们支持你逃婚 我倒要看看新郎都没有的婚礼 他陆盛年去抢婚 会是何等笑话 被他们一说 我倒有些期待起来 婚礼前一天 秦岚带回一双崭新的跑鞋 我单单问他 你不是最讨厌跑步吗 他愣了一瞬 在我肩头蹭了蹭 明天要和新郎跑断腿 他嘴里的新郎 不是我 嘴角突然样起的笑容 也不是因为我 看来 让我被当众抢婚 来证明他爱陆盛年 让他很开心 次日 我去婚礼现场走了一圈 硕大的海报 把婚纱照辟图的痕迹 无限放大 我拿出剪刀 剪下自己那张青春洋溢的脸 便打车去了机场 空姐提醒我该关机时 秦岚的电话蜂拥而至 我静止关机 翻开了随身携带的资料 决定回国娶她 秦岚并不知道 我到底为她放弃了什么 现在逃婚 我正好专心自己的科研事业 新项目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我根本无暇去想 此刻的婚礼现场会是何样 下了飞机 博导带着师兄师姐 琪琪迎了上来 欢迎阿阔回归 他们拉着横幅 捧着鲜花 庆祝我重返法国 惹得不少人回头 以为我是明星 老师 你们这一世感也太足了 博导搂着我的肩 慈想道 楚阔 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家人 你的后盾 亲眼目睹 秦岚答应陆盛年求婚到现在 我都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博导一句话 让我所有的委屈 争先恐后往外涌 师姐拿出早就备好的纸巾 拍拍间安慰我 师弟 错过你是他秦岚眼瞎 咱们的阔哨 指得最好的 对 师弟你要不解气 师兄这就打飞地回去 把陆盛年这王八蛋揍趴 师兄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任我的泪水 尽失他的肩头 爸爸去世后 是秦岚陪我走过最暗黑的时光 陆盛年父子虐打我 故意让妈妈以为我是坏孩子 而疏远我时 依旧是秦岚保护我 安慰我 出国时 我同秦岚明说 若哪天不爱我了 直接提分手 我会祝福你们的 那时的他 哭得像个傻子 却不敢说一句 求我留下来的话 楚阔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别人 你尽管去追寻梦想 我在家正嫁妆 等你回来娶我 当初的誓言言犹在耳 发誓的人 却已经变了心 我以为 我们还会携手共度 人生的风雨 他却转身丢下了我 大哭一场 心理积压的委屈 不再压抑难挨 骨蟹里 撕心裂肺的痛 也淡了不少 博导和师兄师姐 带我回家 他们亲自下厨 欢迎我的回归 我沉浸在温情里 万幸上天 带我不薄 狂欢退去 我躺在床上 才敢把手机打开 这个点 秦岚恐怕在同路盛年 洞房花竹叶吧 开机后 就看到秦岚 打给我的上百个 未接电话 比一国恋两年 他打给我的电话 都要多 微信和短信里的信息 更是在第一时间 不断涌入 我受不了这种轰炸 准备关机时 他的电话又来了 楚阔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去哪了 我打你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还有 你怎么从家里搬走了 我皱眉不解 他这是怎么了 他纵容陆盛年抢婚 而我搬走并逃婚 这不明确表明 我们已经在无瓜葛吗 现在又故作姿态地 担心我出事 是陆盛年 没有我当对照组 来证明真爱 他们就觉得 抢婚戏不好玩了 我在法国半夜 一个人急诊 做手术时 他在距离我 一百公里的地方 也没见 担心我出事 秦岚 祝你们新婚快乐 但我不想 当被抢婚的小丑 秦岚在电话 那头急得直哭 楚阔 你在胡说什么 什么被抢婚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我在婚礼现场 等了你一天 你都没来 你的朋友 我也一个都联系不上 好似你们约定好 一起失踪 他是真的很能装 明明已经嫁给了 最爱的人 却还要打电话 朝我哭 想来 他是真的被我气哭了 气我的擅自逃婚 让他和陆盛年 成了笑话吧 我翻着好友 发给我的婚礼视频 只觉秦岚恶心无比 秦岚 只许你和陆盛年 约定好在 我的婚礼上抢婚 就不许我逃婚缺席吗 这场婚礼 就算我送你 陪我走过 暗黑时光的礼物吧 我冷淡的语气 让他的哭声里 多了恼怒 楚阔 你到底在闹什么 我怎么可能 让陆盛年来抢婚 更何况 我是你老婆 他想抢也抢不走啊 我知道你对他怨念颇深 是我不该擅自做主 给你们搭现和好 但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你不要这么敏感 好不好 他的矢口否认 只让我觉得异性阑珊 他同你求婚时 我都看见你同意了 婚戒也不是出了问题 而是从来都不属于我 没时间和我拍婚纱照 到靠屁图 却能同他在邮轮上 拍婚纱照 从不来法国看我一次 却每月为他奔波万里 我知道你愿意出现在 婚礼嫁给我只是为了兑现承诺 我抽身离开 送你们一场婚礼 你不该高兴吗 为何非要让我把这一切都拆穿 途流难堪呢 还是你觉得 我就该配合你们演戏 来证明你们是真爱 秦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楚阔 不是这样的 求你回来好不好 你回来我给你解释 他想解释什么 让我给他宴请的宾客解释 我不该逃婚 我不该让穿着伴郎礼服 却比新郎更耀眼的陆盛年 成了笑话 他不想做闭设 我便把自己的论文 直接数了他的名 他喜欢名贵奢侈品 我便节衣缩食 给他时不时准备惊喜 他研究生顺利毕业时 我想结婚 他说还没完好 我便继续苦学钻研 成功申请到法国博士学位 只为回国时用雄厚背景 让他一飞升天 他说太忙 不想一路奔波 那我便不远万里回去看他 可他呢 在距离我一百公里的地方 同路盛年 你浓我浓 陪他游遍许诺陪我看的风景 陪他许下始至不渝的诺言 却忘了 他也曾在佛前 祈祷我和他生生世世不分离 都到了这个地步 他第一反应是 求我回去 我在他眼里 到底是多卑贱 才会让他觉得我是条赵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狗 楚阔 我知道这些事让你受到了伤害 可我只是和陆盛年开玩笑 我不可能让他抢婚成功的 你现在肯定很痛苦 你告诉我 你在哪 我来接你回家 我们重新举办婚礼 好不好 我不禁吃笑出声 秦岚 别再自欺欺人了 好吗 他不过是无法接受 我率先抽离这段感情罢了 楚阔 我没有骗你 你到底在哪里 你要是不说 我就是绝第三持 也要把你找回来结婚 这辈子 我非你不嫁 我会答应你的求婚 会给你买合身的婚服和婚戒 会陪你屡拍婚纱照 会在我们曾梦幻的婚礼上嫁给你 会和你走遍千山万水 说出结婚两个字的时候 他的声音都哽咽了 相恋十年 我彻底死心后 才换来他想嫁给我 可我已经不需要了呀 我不会和一个不爱我的女人 共度一生 更无法接受 他爱上我最恨的陆盛年 而骗了我无数次 我想要什么 他一直都知道 可他却陪陆盛年一起完成了 空头支票开多了 就没人信了 秦岚 谢谢你曾陪我走过一段路 但我们已经结束 死缠烂打 真的很不体面 以前说我不该抓着你不放 现在我放手了 祝你幸福 楚阔 我会找到你 给你道歉 求你原谅 你等我 他的执着让我索然无畏 陆盛年同你很配 好好珍惜他吧 我和你 不必再见 也不必再联系了 我直接挂了电话 拉黑了他 被蒙在鼓里两年 我不愿意再做那个追随他脚步的傻子了 新的一天 从博导带着我和师兄师姐科研开始 我们在实验室忙得废寝忘食 充实无比 以前 我会因为思念秦岚 偶尔开小差 被博导批评 如今 全身心投入实验 他们又开始担心我 楚阔 你别这么拼 抢了我们风头 老是该骂我们不上劲了 看着愁眉苦脸的师兄师姐 我心里暖洋洋的 真正爱我的人 是不会舍得我拼命的 可惜 过去两年 秦岚深知我为了见他一面有多拼 他却无动于衷把我当猴耍 又结束了充实的一天 我踩着路灯和师兄师姐回家 却不料在楼下碰到了秦岚 看到他时 我都以为自己认错了人 半个月不见 他不再是我印象里娇俏的玫瑰花 我扯了扯师兄 想躲着直接上楼 他却一眼就认出我的背影 楚阔 我继续往前走 他却冲到了我跟前 在看清我的一瞬间 受拖行的脸上 都是视而复得的光 他身穿洁白的婚纱 捧着一束火红的玫瑰 满眼深情地递到我跟前 楚阔 我错了 跟我回家吧 我扶开面前的玫瑰 面无表情地提醒他 你这样追着我不放 陆圣年该伤心了 况且 我已经和你分手了 你在纠缠 就真的掉份了 秦岚没有因为我的冷漠而恼怒 甚至是耐心地哄我 楚阔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才答应同陆圣年玩荒唐的游戏 当初我第一次来法国 是来找你的 可是刚下飞机我就出了意外 是陆圣年一不解代 照顾了我半个月 我不想让你担心 也怕你知道我和他走近而生气 所以才瞒着你 后来我喝醉了酒 把他当成了你 我没脸去见你 便回了国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因为那一夜怀孕了 我流产的时候 他不远万里陪我手术 又亲手照顾我坐月子 我太孤单了 才迷失了自我拙励的谎言 编得再好听 我也不会信了 他若不愿意 就没有人能让他喝下一滴酒 更何况 他酒量比我还好 又怎么会最到认错人呢 反正 只要我不摆出证据 他永远都以为自己 不会被识破 他不过是 倚仗我对他的爱 在玩弄我的真心 楚阔 你不是说 不管我做错什么 只要知错就改 你都会在原地等我吗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保证 以后都不会和陆盛年 有半分瓜葛 你能给我个 重头再来的机会吗 我确实说过这句话 可他这哪里是知错就改 他分明是在意识到 要永远失去我了 才被迫承认自己犯了错 曾经当作灵魂伴侣之爱的女人 私下伪装后 与我一点也不般配 到底是我眼瞎了 十年都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秦岚固执地拉着我不许走 师姐心疼我而憋了许久的火气 也不打算忍了 既要又要的绿茶 滚一边去 再敢碰楚阔一下 别怪我删你 师姐一个推嗓 就把秦岚给推得直后退 秦岚把视线挪到师姐身上 顿时双眼发红 她如同暴怒的狮子 指着师姐问我 她就是你逃婚的原因 你们已经发展到哪步了 你为了报复我 要这么狠吗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秦岚 别把人都想得跟你一样 龌龊肮脏 最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没同意分 不需要你同意 我只是告诉你结果 秦岚被师姐推丧 又被我拒绝求欢下了面子 当即对着师姐甩了一巴掌 楚阔是我老公 你个狐狸精 给我离她远点 她整个人如一头发疯 护实的猛兽 我没想到 秦岚会动手撒泼 师兄和师姐作为情侣 当即配合默契地 把秦岚的所有锤打 都给反击了回去 我不想师兄师姐 因为我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拉住了他们 算了 我们走吧 秦岚哭得都顾不上 吕顺凌乱的发丝 楚阔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二十年的感情 你说不要就不要 你拿我当什么 我被她这句嘶吼吼到 怀疑她是不是被鬼附身了 总归她是不觉得自己错了 她能跟着陆盛年逃婚 但我不能 到底是我的缺席 让她的逃婚不再精彩 还是不甘心 被我唯一一次玩弄真心 可她忘了 我出国两年 她就背叛了我两年 玩弄了我两年的真心 一次又一次 每一张机票 都是她背叛我的铁证 可我不想同她在争辩 谁是谁非 从我决定逃婚那刻起 这段感情再无回旋的余地 秦岚 人总得朝前看 你走吧 她扒着我的胳膊不放手 楚阔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骗你 她见我停下 颤颤巍巍 单膝下跪 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 打开是一对婚戒 里面的男戒 比陆盛年手上那枚更精致 楚阔 这次换我同你求婚 原谅我好吗 她满是殷切地望着我 眼泪束束而下 她身穿洁白婚纱的身影 又和那日答应陆盛年求婚的样子重合 她们深情热吻 又吃笑我的画面 再次浮现 但此刻 我也没有太多感觉 伤得太深 痛得猝不及防 如今的我倒也免疫了 在我要拒绝时 一个暗处的身影冲了出来 她抢走对界 就飞速跑路 秦岚看到自己的求婚戒指 竟然被抢劫 当即忍着痛拔腿 就去追那个黑衣男人 我和师兄师姐摇摇头 一起回了家 次日 便有警察联系上我 我才得知 秦岚为了追回那对婚戒 追着黑衣男人 跑了十几条街 好不容易追到了 恼羞成怒的抢劫犯 却把她弄成重伤 躺在病床上的秦岚 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却在看到我时 双眼熠熠生辉 楚阔 你来了 沙哑的嗓音 带着浅犬 好似她终于等到 归家的心上人 我赶紧摇头 甩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 我已经通知陆盛年了 她今晚应该就能赶来医院 照顾你 楚阔 你叫她来做什么 我只要你陪着我 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能让我看到你 我就心安 这一刻 秦岚的自私凉薄 体现得淋漓尽致 她想求心安 可我看到她就心烦恶心 我的厌恶赤裸裸地 体现在脸上 楚阔 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 她眼底竟又燃起点点 希望的星光 不能 星光碎灭 我这就当你面 给陆盛年断绝关系 我保证和以前一样 只爱你 只陪伴你 说到最后 她都生不可闻 手不断摸索 用命抢回来的婚戒 以前的爱和陪伴 我已经用十年青春偿还 我没法用下一个十年 赌她爱我如初 尤其是 她在我心里 再不是黑暗里 陪伴我的灵魂伴侣 秦岚 给自己留点体面吧 别逼我后悔爱过你 楚阔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才肯原谅我 你为何非要如此绝情 因为 我不爱你了 病床上的秦岚 整个人瞬间垮了下来 无声的泪水 爬满面庞 好似痛失 全世界的孩子 她同我对视了许久 那本就苍白的脸 一寸寸白到寂静透明 她看得很清楚 我的眼里 当真对她 再无半分爱意 楚阔 我们明明那么相爱 为何会走到这个地步 都怪我鬼迷心窍 还自欺欺人 是我不该追寻刺激 不该践踏 你的真心 害得你伤心难过的楚阔 我后悔了 如果和我在极光下 拥吻的人是你 和我在南极看起来的人是你 我接受的是你的求婚 是不是 你就不会逃婚 我放下买给她的水果 转身离开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我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走向实验室 走向我光明的未来 后来 秦岚和陆盛年彻底决裂 她把他们父子虐待我 苛待我妈的丑事 闹得满城风雨 她希望我在听说后 能回头再看她一眼 这终究是她的妄想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